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苦心 這一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夜鴨的第一個新職業 企劍 沒錯 新職業就是我們的企劍 企劍職業是弓箭的一個分支喔 從弓箭轉直而來 那 研板目前有開放到4轉 所以畫面上面會有四次的進階轉直阿 西劍職業目前是定位在中距離的攻擊角 所以使用特有的衝刺技能接近敵人進行攻擊 另外 西劍也擅長利用異常狀態來進行戰鬥 所以反彈敵人施加的異常狀態 讓敵人自己陷入異常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反暈之類的啦 那西劍自己來擁有一個新的異常狀態 新的異常狀態叫做麻痺 麻痺可以讓目標無法行動 除了無法行動之外 搭著一個技能冷卻還會暫停 因職業西劍擁有反彈異常狀態的能力 另外還有新的異常狀態麻痺 所以讓我們在戰鬥中更加有力 技能的戰鬥風格還有技能的詳細資料 我們之後會再整理一篇給大家 歡迎大家持續的鎖定我們古今小教室 那如果你有多的種子 歡迎戰術古今讓古今更加有動力 那古今的戰術馬是GJGOGO警示號7281 我是古今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唷 掰掰